最近咨询DR5.0插件安装问题的比较多 这期视频详细讲一下它的安装方法 这是DR5.0的安装文件包 我将会把一些厂用的PS插件安装包放在视频底部评论区 大家可以按需下载安装使用 这些插件都是免费而且可以永久使用的 如果是Windows系统 先双击导入这个REG文件 点击确定 再点击确定 这一步是为了解决未经正确签署的 个别新装的电脑系统 新装的PS 在安装插件时通常都会出现这个情况 然后复制DR5.0插件这个文件包 把它粘贴到一个叫Extens的文件夹内 如果你的PS默认安装在C盘 可以按照我这个路径 依次打开C盘到文件夹 把刚才复制的DR5.0插件包粘贴到这里 如果你的PS安装在D盘 可以通过查找PS安装位置 查找的方法也很简单 找到PS的快捷启动图标 鼠标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找到PS的版本图标 再鼠标右键打开文件所在位置 再按照我这个路径 找到另外一个Extens的文件夹 并把DR5.0插件包粘贴进去 接着复制GSX的文件 找到PS的安装位置 把它粘贴到这里 接着打开PS窗口 先不要打开任何文件 把DR5.0预设文件 拖曳至PS窗口中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DR5.0已经安装好了 打开滤镜菜单 在扩展面板里打开DR5.0插件 如果你的PS是最新版的 需要在增强菜单中打开安装的插件 现在插件已经安装好了 这是一款专业的人像精修插件 对于提高你的修图效率 非常有帮助 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的话 强烈建议你安装试一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